你好,我的名字叫张晏荣 以下我会简短的展示这个project的成果 首先这是一个order list的页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四笔的订单 这个订单资讯包含有order id price,cost跟订单的状态,status 在order id 这边有hyperlink 点进去可以看到这笔订单它详细的item list 在这边会列有这笔订单的order id 编号 这些item list它的详细资讯有包含 item,price,cost跟这个item的数量 像这笔订单它购买了两个物品 每个物品分别各是一件 在这第三笔的订单它购买了三样item 那这每个item都购买了两件 在前面有trade box 这个trade box打勾之后呢 我们按confirm这个button 它就可以改变订单的状态 目前这四笔订单都是已付款的状态 那你点了之后呢它就会变成出货的状态 那在这边呢我们按f5refresh 可以发现这个订单状态 它还是更改过后的结果 因为这个status它是被记录在db里面的 在这边呢我稍微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少了order item这个栏位 因为我个人认为呢这每一笔的订单 它购买的物件可能不止一样 如果这个订单呢它购买了五件 甚至是十件的物品 那把这个item详细列在这个栏位 order item这个栏位当中 我认为会导致这个order list 页面有一点的杂乱 所以我最终把它设计成你要点进这个order ID之后 才可以看到它详细的item list 那我在做这个project的时候 所使用到的工具 在db的部分使用的是mssql跟ssms这套软体 那在后端呢主要使用的是.NET Framework Web API 前端呢就是存html加javascript 那刚刚看到这个table呢 是使用到一套叫做foottable的套件来Render 接下来我会简单的解释一下我设计db的逻辑 首先这边有四个表 第一个表呢是order的表格 那它里面会记录的order的ID price cost跟它这个ID的状态 那这个status ID呢 它会对应到另外一张叫status的表格 那这边会清楚的知道说 123它分别代表状态是未付款 已付款跟出货中的状态 那每笔订单呢 它详细的item有哪些是记录在orderitem这张表格当中 记录的方式就是列出orderID跟它的itemID 跟它每一个item购买的个数 像这笔26001的这个订单呢 它购买了1跟4的item 那分别是各一个物件 那这个itemID呢 它又连结到item这张表格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ID1234分别代表的就是 apple banana orange跟cherry的这个物件 以上就是我设计这个db的逻辑 那在后端的部分呢 我主要是有使用到model、infrastructure、infrastructure跟controller的三个档案 在model里面呢 有一个order的档案 它里面定义了order跟item的class 那在这边有一个get order data function的档案 在这个档案里面我主要就是把资料处理的function都放在这个档案当中 那在ordercontroller的这个档案之中 我就是API它call这个function的入口 那在这边呢有一个用到httpput的function 这个主要就是在update我们的status的状态 那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个是list orders 就是列出order的订单的资讯 那list items就是我们给它orderID之后 它可以列出这个orderID的item list 那以上就是我做这个project的一些介绍跟说明 如果你们还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都非常欢迎可以再跟我联络 那以上就是我的说明 谢谢